所以我們回來看 這一次 因為這一次確實不是一般的病毒株 這一次是美國回來的變種病毒株 過去都是5到7天才會爆發 比較容易平均爆發的時間 但這一次据說連阿中部長自己都承認 超乎預期 2到4天就會發生爆發案例 所以到底這一次變種病毒株的傳染力 有多強 今天有報告說高9倍 當時英國遇到D614G的時候 它做第一次封城 所以在6月以前它把它封住了 但是後來到9月 遇到B117的時候封不住 因為它連續封兩次 封一次封兩次都封不住 到第三次封城 到了Christmas 12月都封不住 所以英國的專家就說 B117的傳染力比D614G要高56% 所以那你現在在講 我們這一次是614 你現在只在講D614G比舊的高9倍 但是你有沒有講到 英國的又比它多56 那因為這一次的布陶醫院是614G 我知道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大家不要混 不要以為這一支就是這一支或這一支 不是 所以英國遇到這一支的時候 第一次封城是數字有下降 但遇到這一支的時候 封不住 封不住 因為它全封之後 它RT值沒有辦法降到1以下 你還記得我在這邊講過 所以它呼籲大家要小心 因此全世界當時 就對英國的班機做什麼 做限制入境的動作 當時有40幾個國家 當時台灣不封 你記不記得 進航 然後後來南非發現他們的變異株 比英國還強 又比英國還強 又比英國還強 所以英國就封了南非的航班 記不記得 全世界封英國 然後英國封南非 對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說 我們現在遇到的是這一支 我們就已經發現 它的傳染力很強了 那如果說這一支或這一支的話 那我告訴你 那更不得了 那我們發現這一支之後 我們都擔心我們的醫療會崩潰了 對 我們都 就像阿中部長說 我們不能把子彈用完 所以他為什麼不做全院普篩呢 他說我不能夠 現在有子彈 我全部把它打光好 這是他的邏輯 對 那碰到這一支 我們都不敢把子彈用完 都擔心會醫療崩潰 那如果 萬一不信台灣有這一支或這一支 我來看這一次 我跟你講喔 這樣子喔 你聽好喔 我這是個培養皿 我上面放人類的肺部的 那個所謂的表皮細胞的細胞 要讓它吃 因為病毒要吃這個東西才會長 是 好 我現在放的時候 這一個培養皿 食物是固定的 就這麼多 食物就這麼多 我呢 原來最早期的 武漢的那支新冠病毒 跟後來變種的D614基 用1比1的比例放進去 就你1000個人 我1000個人放進來 大家拚 誰會吃這個菜 1比1比的時候呢 從頭到尾 你看不到 因為這個是所謂的 最早期的那支傳統的病毒株 你從頭到尾看不到它長 全部都是變異株在長 614 從第0天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它呢 秋風掃落葉 第一天 你食物放在這裡 我們兩個1000人1000人對不對 我吃的你都吃不到 你都吃殘渣而已 而且我還生得比你快 因為從這個地方看呢 就是說呢 我們人數相當的病毒 去吃這個食物的時候呢 我這個D614基呢 從頭到尾秋風掃落葉 你就往旁邊靠 就像我跟那個 鍾小平站在一起 飯都他吃我都吃不到 你就知道他有多強 那這樣我們在職場上升為霸凌 對…好 那講對了 那如果說呢 如果說這樣子 我們現在講 同樣還是這麼多菜 是 我一開始放1萬個 舊的那支病毒株 然後呢 D614基只放1000個 就10倍它 那你人比有多嘛 是… 我放10個潘懷中跟鍾小平搶吃 還是吃是我 還是吃 結果呢 結果呢 阿關你看好 第0天 大家看起來數字相當 就吃… 還有的吃 到了第一天就開始變弱了 到第二天通通都他吃 到第三天我都沒飯吃了 到第二天又通通吃鍾小平吃 對…你看到沒有 到第二天 你到第二天 這個舊的病毒株幾乎沒有了 所以你拿10倍的人都沒有辦法拼過他 都拼不過他 所以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感染力跟繁殖力 所以就是說 你這個肺泡細胞在這邊 我病毒只要上去一個 我就吃得很快 生得很快 所以他兩三天 症狀就出來了 因為他生很多 只要生很多 你症狀就出來了 這隻很厲害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這個更有趣 這是一隻老鼠 這邊又是一隻老鼠 這兩隻老鼠都關在籠子裡 這兩隻老鼠都關在籠子裡 但這兩隻籠子放得很靠近 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早期的那一隻病毒 這八隻老鼠 你這每一條坝都是一隻老鼠 12345678 我就把這個舊的病毒給它感染 感染這個老鼠 我就故意給它感染 好 這八隻都感染了 另外這八隻是什麼 另外這八隻是什麼 另外這八隻就是說 是放在籠子旁邊 我跟你隔壁 隔壁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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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在第二天 隔壁寢室都沒得 這是舊病毒 舊病毒的隔壁寢室 八隻都得 我隔壁這隻寢室沒得 但到第四天都會得 所以你如果跟它相處 四天肯定得 但兩天不會 看到沒有 兩天不會 可是第六一斯基是什麼意思 如果八隻都得 同樣距離 我跟你隔壁寢室對不對 我第二天已經五個人全得了 有沒有看到 第二天已經全得了 八個老鼠五隻都得了 但是當然第四天也全得了 所以你只要跟 有感染病毒的人住在隔壁間對不對 就籠子住隔壁對不對 是 舊病毒到第四天才會都得 所以過去是五到七天 對不對 然後 然後那個 那個新的病毒兩天就得了 現在是兩到四天 對 發問 來 上一副同學很好吃 你這樣說就有一個問題 你看 870是839同住的親戚 對 875是839同住的親戚 那現在出現問題 對啊 839是1月12號確診 1月11號篩檢 所以1月11號篩檢的時候 到1月12號就已經不會跟他 跟那個親人碰面了嘛 已經篩檢了嘛 但是870是今天才確診 中間隔了八天 對 如果說病毒都一樣 為什麼有八天的 有兩天的 有四天的 不是… 那每個人體質不同吧 不是 對 很好 那個阿觀講的真棒 那839年紀 870年紀比較大 年紀比較大 生病這回事 只有平均值 沒有每個人都一樣的 對 你講得真好 對 我們現在講的是平均值 就大約 平均值是2到4天 但是當然每個人不一樣 你講得好棒 我只是挑個疑問 我只是挑個疑問 不然你是說兩三天 為什麼有八天的呢 你為什麼這個問題太笨 不是 請你以後這種問題 不要問潘老師 你問我 對… 我說我正強講說這種問題 我用腳趾頭回答就好了 沒有用到腦袋 要助理回答就可以了 我只不過是問… 我只不過是問個問題 要受到這麼嚴重的屈辱 所以這次… 這次病毒呢 在布桃醫院的病毒 是美國病毒株 而且是這一支呢 傳染力比過去高9倍的病毒株 那英國的還沒有來喔 南非的還沒有來 對 沒有 對 如果一旦來了 台灣的醫療能夠負擔嗎 極理想會死的 謝謝 這次病毒株